今天非常的荣幸 跟大家一起相聚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场 离农村最近的发布会 那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出席我们今天发布会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 三眼丫头是一个动作的姑娘 非常漂亮 那么在头上的好多用户 把三眼丫头设为精神上的农家乐 那么三眼丫头拍摄的这种 真实的农村的美景和美食 传播的非常真实 能够持续的传播 乡村的美好文化 所以我们以三眼丫头代表的人文价值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开始接触今日头条 是源于我哥哥 我的哥哥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也是一个我们湖南省的 被物资文化遗产的琵琶歌手传承人 然后刚开始是拍了几个小视频 发在了今日头条上面 但是当我们发到第三条的时候 突然他的浏览量就突破了二十万 传播真能量吧 就是告诉他们 尽管我们生活在农村 我们一样活得精彩 说得非常好 秋子你觉得你现在村子里面的乡亲们 对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应该有更多理解了吧 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的 然后当时我是无所谓 就是兄妹俩嘛 就扛着摄像机啊 在村里面到处跑 那么村里面就不理解 你好端端的工作 你不去做 是吧 我哥哥 你两个小孩要养 你天天在田间跑啊 都很不理解 就说你这样能养得了家吗 但是后面当我们真正的做出来的时候 相亲们还是理解的 而且现在的话 我们通过做电商 也能够把村里面的一些 就是自销的农副产品 能够销售到外面去 就是让外面更多的朋友 能够品尝到我们冻足的美食 土特产 能够带出大山 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品尝到我们大山里面的 最纯朴 最绿色的食材 然后最后呢 也希望 就是 我能够通过这个 移动网络平台 把我们大山深处的 动族文化 带出大山 走向世界 也可以让乡亲们 逐步逐步的 就可以把农副产品 往外面销 销出大山 所以我觉得 我们做的事情 确实 比较有意义的 希望四位 不往苏心 能够一直的 帮助农村 关心农村 谢谢四位 谢谢 谢谢杨总 也谢谢我们四位创作者们 刚刚 我们杨总也提到 今天我们今日头条 要招募 首批计划招募 三十位三农合伙人 来帮助二十个国家级的贫困线 打造二十款的贫困产品 那今天 我们首批就聘请了四位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四位上台 一起来接受我们 今日头条大会所给予的这份荣誉 让我们有请巧妇九妹 香野丫头 还有傅老师种植技术团队 和秦岳飞 那聘请巧妇九妹呢 代表着我们希望三龙合伙人 能够帮助更多的山货 走出山村 好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颁发第二位 第二位要颁给的是我们的香野丫头 其实名字好像是叫秋子对吧 我也是你的粉丝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颁发第二位 杨总麻烦您颁发给第二位 香野丫头 好的 秋子是来自于湖南淮华贫困县的 洞竹姑娘对不对 那通过西瓜视频还有我微头条 分享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 我也看过 尤其是您刚提到过有那个什么 竹笋炒腊肉对吧 看起来就特别好吃 然后这些特别生动的视频 也是给自己积攒了很多的粉丝 可以说有一个人给他挂了一个名叫 精神上的农家了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香村生活的美好 那其实聘请香村 香野丫头 也是代表着我们希望三龙合伙人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体会到 我们美好的香村生活 好